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比较乱 首先就是这个玉簪 我家里有几棵玉簪 如果您刚到我的频道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的院子是一个朝北的小院子 院子很小 同时我家里没有地 所以所有的植物都是盆栽的一个状态 现在这一棵玉簪它是有香味的 很好闻 很好闻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茉莉之类的香型 很好闻 而且是洁白的也像茉莉一样 像那种百合 很好看 今天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院 然后这边看到了 就是因为院子朝北 那么这一片的这个 其实在大部分的时候 这一片这一溜 都是光线不是特别强烈的地方 所以我的玉簪呀 绣球啊 现在都是放到这里 好 这一颗是绣球活的 这是我今年的新宠 哎呀 像我有的朋友说它是贵妃 确实很贵啊 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里翻一下它的视频 还有我的这一颗绣球 现在也是全部绽放 各种颜色 然后这旁边这两颗绣球 然后再过来就是 就是这里 这是我的一颗黄色的 也是有香味的杜鹃 然后这是我扦插的一颗丁香 现在也不是扦插 一颗小小的苗 很小的苗 可能就这么高吧 拿回来种盆里 现在换了一次盆 现在长得还可以 这是露斗菜 当时是 你看它的叶子很漂亮 这颗我非常喜欢 它叶子很漂亮 花叶子 然后现在长得很新生的样子 很好看 它的花也是很好看 到时候在之前我也拍过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微月 这是我的 不知道是橘子还是柚子 现在长得很好 哎呀 搬出室外了 一开始是冬天的时候 必须在室内 长得不怎么样 还有这一颗 然后就是我的新娘婚纱绣球 然后再到这边 这颗草很久没跟大家说 看一看这颗草 这是日本的香根草 很漂亮 造型很漂亮 而且现在到秋天的话 它有花的 花碎很美 看到没有 都是这种空气感流线型的 很好看 强烈的建议 我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小盆 重的 很好看 特别是我看 有的人地栽的话 经过几年的话 它能长很大一重 我觉得这个对花境的创造 我觉得真的是 它真的是能够让这个 整个园子里 增色不少 叶子很漂亮 看到这没有 哎呀 这个因为平时拍视频 没怎么说它 所以今天多说几句 你看 它的这个花碎 很好看 哎呀 很好看 真的是 去年是没有开花 但今年你看 很多花 在这里 很好看 它冬天是 在温哥华地区 它冬天是枯萎的 然后春天又冒出来 很好看 非常的流线 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花境的创造 我家里是谈不上花境的 但是对 如果您有花园的话 买它买它 日本香根草 然后这边就是 我的这个凳子上面 就放的这些 然后远处呢 就是 因为现在历秋了 然后在家 前段时间暴晒 这个 这个汉金莲 状态不如之前的好了 然后再看看后面 现在 其实很多人家里的 这个百合 早就盛开了 但是我家院子 因为光线不足 我这一颗百合 是最里边的 目前是盛放的状态 我已经捡了三只 放回家里了 现在还剩的有几只 现在是在这开放状态 比较香 很好 很好闻 百合真的也是很美 像我这个植物箱里面的 你看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都在这里边 不太能够看得到 所以我的院子里 还是有点挤了 太小了 后面呢 就是铁蟹莲 它这个铁蟹莲 有点受虫了 看到没有 被虫子咬了 花瓣可怜的 哎呀 可怜的花花 被虫子咬了 但是它的这个样子 很好看 是这个样子的 蓝紫色的 然后是四个花瓣的 很漂亮 很独特 我觉得 然后再过来 然后再过来就是 这一边呢 就属于阳光比较好的 你看 所以我的 沙漠玫瑰 现在早上它还没有晒到 一会儿它就要 这一边就都晒得到了 晒得时间比较长 然后 看 现在目前就是 然后我的这一颗 换子 目前也是 长得还是不错 花还是挺多 其实我应该给它 换一个更大的盆 当时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 应该是一加轮的 一个盆 我现在给它换的 这个可能是三加轮 我其实如果换个 五加轮 或者是七加轮的盆 我觉得应该 也都是可以的 只是我家里 确实院子比较有限 没给它换更大盆 现在很漂亮 换子确实是 而且它 属于比较风花的 只是确实 它的花朵 在我的这里 因为 这个盆比较小 开的不是很大朵 我看有的人家里 可能会比我这个 更大朵一些 然后再过来的话 这就是中间的 一个C位的位置了 就是这些花 可以大家可以 也见到 可以看到 地上就是鹿威 然后有一些蓝木菊 然后这一颗波斯菊 你看 一开始我 这个盆里面 种了波斯菊 它种了好几颗 其他都死掉了 就这一颗 它就 唯我独尊 以它为大 它一个人 就现在长得特别茅盛 就这一颗 长得很大 当时是有几种颜色 就都死掉了 就结果它在 它长得不错 这个粉粉嫩嫩嫩 挺好看的 然后波斯菊 然后后面就是金光菊 然后后面还有火星花 然后还有 对这个葡萄 基本上没给大家介绍过 这是 看我的葡萄 今年还会有一点点收获 但愿不会被鸟儿 不会被那些小动物们给召见了 希望它们能给我留一点 就几串 几串葡萄 不多 等一下我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改天再给大家说到 我这颗葡萄 长得还不错 这是我家里 就是院子朝北 我其实我在春天的时候 给它剪了很多枝条下来的 不然它 哇 这个葡萄的生长 真的是超级旺盛的 超级霸道 我觉得 它会长得很多藤 然后我都给它剪了很多了 好 然后看到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 就是 我的这些 像这个 这是 这颗 这个是一个菊花 春天的时候买的带花的 然后把花剪了之后呢 再移栽到一个更大的盆里面 它秋天的时候 还会有一波花的 你看 很好 栏木菊在它旁边 然后就是 后面就是 汉金莲 给大家都看过 然后我的这一颗 伊藤牡丹 现在那整个就是花屑的状态 但是现在也是 长势不错 好 然后到这一边 可以看得到 好 现在就 基本上是那种 百花盛开的状态 后面呢 就是一颗 铁线连 铁线连 这一颗铁线连还长得不错 我家的 确实光线不太好 而且它这个是 放在那最里边 不过阳光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藤 只要它的藤 爬上来之后 阳光还是可以 大家也可以眼见得到 阳光还是可以 只是说 刚开始长的时候 它是在一个 凹下去的一个地方 一个凹槽里面 然后放了一个大盆给它 而且那个盆里面 有几颗铁线连 所以我家的铁线连 真的是长得不行 确实太委屈它了 但是我现在 就是已经种满了 我等到 我看明年嘛 再想想办法 给它再分一个盆 不然它其他的 那可能都互相的 就是 不是你干掉我 就是我干掉你 我估计现在这一棵 是它比较强势 所以它能开的话 是很多 很好 就这种浅粉色 也挺清新可爱的 对吧 好 然后就是这个 种植箱里面 我还种了一点西红柿 一个朋友给的西红柿苗 然后我就给它 就种了 其实我对种菜 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心得 没啥可说到的 然后就反正就种到这里 这里一棵 这里一棵 两棵 然后呢 这里就是一些 这个盆子里 可能也是因为太挤了吧 目前呢 就是长得也就是 还行 凑合 然后后面呢 就是还有一棵 也是有一棵玉栅 我很喜欢玉栅 你看它这个玉栅花 也是很大很美 像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像百合 开出来的像百合的样子 而且它的花根很长 看到没有 花根很长 看到没有 这一棵花根特别长 可能也是因为 它在最里边 想要更多的阳光的话 它可能 虽然说 其实玉栅的话 虽然说玉栅 能够耐 阴凉 能够耐阴 但是如果有一些阳光 它肯定会长得更好 是这样 然后这里有一棵玉栅 这一棵我一直都没给大家说到 这是我的今年新买的一棵白子莲 它这个白子莲 而且它是 看它是虫外的 很漂亮 当时价格也不算 也不便宜 但是我还是买下它 白子莲 如果在温哥华地区的话 一般的冬天 零下三五度 它是可以的 如果再冷的话 它就不行 那就得给它搬到室内 或搬到车库 比较暖和的地方才行 但是这是我第一年养 我没有更多的养护的经验 来的时候呢 就是带了花苞 带了两只花苞 很漂亮 看这个蓝紫色 很美啊 看着 是吧 很美 而且它的花形很独特 一个杆子上面 放射性的 呈现这些花 很漂亮 很漂亮 真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花 然后这是一棵茶花 当时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独杆子 然后现在就是 它有几个分支了 有几个分支 我以为还没给它换盆 就是一个一加轮的盆在里 还没给它换盆 到时候再说吧 我的院子本来小 大家都换大盆的话 我就没法弄 然后这一棵波波 给大家看过 圆锥绣球 换盆的视频 给大家看过 现在我就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是一棵 这个 也是换了盆的 原来来的时候很小 我也是在一个苗圃里 打折的时候遇到它 它中文叫 搜书 搜书 就是叫Strawberry Field 英语的名字 然后它就是 也是开的小粉花 然后现在就 现在是长得很好 当时来的时候 很糟糕 就打折嘛 可能大概就是 几块钱吧 买了这一棵 就是属于违货了 被人挑了顺下了 然后我就给它买回来 像现在给它换了个大盆 现在也是长得不错 等它 看明年吧 我再跟大家具体的分享 然后这里就是 这个的大绣球 还有这个 铁筷子 在这角落里 因为铁筷子比较耐阴 所以我给它放在这里边 现在也是给它换了盆 挪在这里面 长得还是不错 看来有一些新的芽出来 这一棵 有一两棵 这个铁筷子是副斑的 等到冬天 如果它开花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是一棵 风车茉莉 风车茉莉在这里 看到没有 风车茉莉 它还有一点灵性的花 然后这一棵 是黑眼苏山 它是从那个里面 爬过来的 霸占了 这个 风车茉莉的 这个地方 不过现在风车茉莉 现在是属于花蟹了 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 让它爬一爬 不过现在还是 会有新的花出来 看到没有 又有新的花出来了 还可以 这黑眼苏山 其实也蛮可爱的 是吧 所以它们两个就在一块 只是它们两盆不在一块 黑眼苏山的盆是在那里 从那个箱子里面 还嵌到这里来的 然后这个 风车茉莉 它是直接在这里 哎呀 我家都有盆栽 但是有些植物 确实有点委屈 但是没有办法 好 这边就是我的 帆根 这是一颗绣球 这个绣球到时候再说 没开花 没开花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开花 好 这一颗帆根 我的帆根像去年 有点太冷了 然后盆栽的好 我的帆根 其实死了好几颗 今年是这一颗 确实是长得最好的 目前它的长得最好 好 然后再看过来 我的院子 这个角落里面 这个是 这个角落里面 然后就是有一些 这个是一颗 杜鹃 这是一个杜鹃 也是在盆栽里面 我还没给它换盆 还是原来的盆 一个杜鹃 然后这里面就是 撒了一些种子 这是 这就不说了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有杂七杂八的 这个盆里面 好 这是我的绣球尾尔 也是今年买的新绣球 给大家看过 它是 虫瓣的 然后是这个样子 粉色的 很可爱 蕾丝 属于蕾丝绣球的 边缘有大的花 你看中间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 绣球的花 你看它这个绣球花 它长得比别的那些绣球的花 单朵 这个是单朵的绣球的花 这个单朵会比别的会更大一些 而且它的花蕊很长 其实这个花真的是也蛮好看的 很好看哈 毛茸茸的感觉 毛茸茸的一片 很有意思 很好看 好 然后最后差不多了 我的院子就很小 好 然后就这一颗 这个玉璋 这个玉璋看 花很多 这个玉璋 它的这个品种 可能也是 非常的风花 你看很多花头冒出来 然后它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就是种在一个盆里面 你看 就是这个盆里面 绣球呢 不是 玉璋呢 它在盆里面的 呈现的状态也很好 饱满的 圆润的这种感觉 很招人喜欢 我个人很喜欢 哇 哎呀 我这看 它旁边的这个 我站在旁边 真的还能闻得很浓郁的 它的这种香味 很好闻 很好闻 真的很好闻 这个品种 应该就是叫August吧 应该它的名字叫August 八月 好 那我今天的视频 就请大家 欣赏到这里 历秋之后 我的小院的一个状态 给大家看到这里 请大家见谅 稍微 有些乱 有些杂乱无脏无脏 然后呢 也是有的 可能也养的不是很好 可能您还会养的有更好的植物 也欢迎您在我的频道里 跟我多多的分享 跟我多多的互动 好 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您 祝您开心 再见 欢迎订阅您的观看